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静闻 据大陆网络爆料 12月12号 济南军区出动了70辆军车 包围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政府大楼 要求对方释放在交通事故中肇事的军区职工 根据上传的图片看 多辆军车写有标语 其中有两辆军车将河口区政府大门堵住 这些军车的标语写着 根据办理军队和地方互设行事案件规定 发生在营区的案件 由军队保卫部门或者军事检察院立案侦查 地方无权处理 河口公安分局要严格落实 办理军队和地方互设行事案件规定 还我职工 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知情者的话说 事件的起因是一名济南军区的职工 久后驾驶被交警拦截 这名职工企图让他的父亲顶罪 结果被交警揭发 并将他们两人带走 因期间有人打伤交警 他们两人被带到河口区公安局居查 随后70辆军车开到了区政府办和区公安局门外 堵塞道路要求放人 甘肃兰州失业教师陈平福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 12月14号被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撤诉 陈平福获得了自由 陈平福对各地网友半年来不懈的声援和支持表示感谢 55岁的陈平福因网上发表和转载政治文章 引起了中共当局的不满 今年8月被兰州中级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罪证是他发表或转载的34篇文章 陈平福遭受起诉后 引起了人权组织 法律界人士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人们纷纷呼吁保护陈平福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 星期五获知撤诉的陈平福对媒体表示 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罪 今后仍会针对中共专制制度正常发表言论 陈平福曾经担任教师20多年 另外北京意见人士胡佳14号再度被软禁 胡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自18大结束 他返回北京以后 警察就不定时的将他软禁 自上个月29号到这个月的3号 他没法外出 他说相信与艾滋病感染者到北京上访 及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 在山东开庭有关 胡佳才获得两天的自由 周五又遭国保驾车拦截 这次他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今晚